因此 雖然目前全世界疫情還相當嚴峻 但是到目前為止 台灣並沒有社區感染的證據 事實上昨天晚上我們還跟陳志忠部長有確認過 目前到昨天晚上 台灣的疾病管制署都沒有新的疫情變化 也就是說並沒有查到有新的這種社區感染的案例 那事實上那個紐西蘭機師那個案例也是過了監測期 我們臺北市在對防疫 我們是嚴格遵守SOB 最外面一層就是邊境管制 包括這個防疫旅館跟居家檢疫 所以事實上在上一次我們出現那個俄羅斯芭蕾舞蹈團的時候 我們有發現案例 我們就相當堅決要求他停辦 因為這個一旦突破的話 會造成後面的麻煩 所以我們希望用邊境管制的方式 把現在全世界疫情先擋在外面 所以這就包括了防疫旅館跟居家檢疫 那如果突破第一層的話 第二層就是 我們的民政局 衛生局跟環保局 也就是說馬上要做疫調 然後該治療就治療 把他限縮 防止他在傳染 然後那個地方要做消毒 所以事實上在過去一年你知道 我們這個衛生局 環保局跟民政局 跟疫情相關的人 我都下令說 加班會是不限制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把用這兩層擋住 那如果可以突破這兩層防護的話 出現社區感染的話 按照這個社區感染的人數你知道 我們有不同程度的防護 那每個這個局數都有這個管制表 包括如果有一例不明社區感染就開始提升這個防治的措施 到15例的時候你知道 那以前就講過 這大概大型活動就停辦 事實上如果到有1000例的這個叫活性案例的時候 事實上是要封城的 那在還沒有出現這個不明社區感染的時候 我們就按照目前的這個防疫措施 就是說搭公車、捷運、到公共廠都要戴口罩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我們還是用一個做最適當的準備 但是也不要被這個不理智的恐懼打敗 所以事實上到現在為止 台灣在防疫上最成功的地方 並不是說它確診的案例少 而是說它對整個社會活動的干擾是最低的 那據我所知你知道在2020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 它的GDP還是正成長 台灣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用這種理性物質 科學數據的來決定我們的政策 所以今天晚上的跨年晚會還是會舉辦 但是我們要舉辦這個跨年晚會還有幾項要求 在這地方也透過媒體像要來參加民眾呼籲 第一 保暖要做好 因為今天有寒流 所以希望大家會來參加一個跨年晚會 感冒你知道一旦感冒你知道 醫生一定要做這個 患新冠肺炎的鑑別診斷 所以造成很多這種 臨床醫護上的困擾 所以保暖一定要做好 第二 戴口罩 第三 禁止飲食 第四 晚會結束的時候回家還是全程戴口罩 回到家以後請先洗手 所以戴口罩請洗手 第五 我們今天人數還會再進一步限制 我們大概的規劃是每一平方米站兩個 讓他可以盡量保持社交距離 所以我們要畫分區 然後管制人數 所以要來參加晚會人 第一 要下載這個台北APP 台北通的APP 用QR Code 我們這樣可以再把實名制管制 最起碼要帶身分證 我們少那個身分證後面條碼 所以今晚要來參加人 一定要下載台北通APP 或者隨身期待身分證 那都沒有帶的 那就不要來參加 因為我們要實名制管理 然後我們會分區畫格子 然後再限制人數 所以 我們一個理性務實的態度 做最嚴謹的準備 希望可以克服台灣 所以要面對的困難 所以今晚這個跨年晚會 我們希望它是一個跨國的 祈福行動 你知道 那也像 也像全世界展示 你知道 台灣威北2022 勇敢的前進 好 謝謝各位 中立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